为了凭大选川普卯足全力推动疫苗 甚至施压FDN绕过临床实验 直接核准疫苗赶鸭子上架 大言不惭夸赞自己有本事 川普还以下达通知各州政府 为选前接种疫苗做准备 显然是拿疫苗党户申服 挡下外界对他防疫不利的批评 川普不仅乱开空头支票 还一口气爆出三大阴谋论 攻击对手阵营 宣称有专机在满暴图到共和党大会闹事 有前人资助全美种族抗争 并造谣拜登受到邪恶神秘力量控制 摇摆州选情紧张 川普拜登两人一前一后 造访威斯康辛州吉诺沙 这座城市因为非议男子布雷克 被警察开枪 在先大规模抗议黑潮 但川普死对头 中院议长裴洛西 最近被抓包去做头发 没戴口罩让川普逮到机会跑轰 尽管拜登民调仍然领先 但摩根大通分析疫情股市出现好转 有助川普选情逆势攀升 杜潘也看好川普翻盘 距离选举只剩两个月 谁是赢家还很难说 在内新闻 全片报道